随着全球疫情爆发 疫苗大战也随之而起 在这场战争中 有着上世纪中就在奋斗的老兵 也有这次疫情才大量投入食物的新秀 而蛋白质疫苗可说是其中表现相当稳健的士兵 美国的Nomavex疫苗和国产的高端疫苗 都是属于蛋白质疫苗的一员 但到底什么是蛋白质疫苗呢 疫苗是透过施打病毒抗原 让白血球辨认这些外来物质 进而产生足以对抗疾病的抗体 所以要了解COVID-19蛋白质疫苗前 得先知道抗原 新型冠状病毒的基本构造 属于冠状病毒的SARS-CoV-2 有蛋白质外套膜包覆 里面有遗传物质RNA 而最外层有吐起的极蛋白 也是和人体细胞结合的重要构造 有点类似钥匙和锁孔的概念 结合后 病毒会进入宿主细胞 接着就开始大量繁殖 感染宿主 话说回来 高端 Nomavex等蛋白质疫苗 实际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这两款蛋白质疫苗的主要成分 为抗原和佐剂 其中的抗原就是SARS-CoV-2表面 修饰后稳定态的极蛋白 能让体内的白血球先认识敌人 彼此有机会说声你好 科学家透过基因工程 让细胞产生大量的目标蛋白质 以Nomavex疫苗为例 它们使用秋型军虫的卵巢细胞 来产生极蛋白 同时黏附在奈米颗粒上 形成一个表面不满抗原的奈米粒子 但是 只有抗原还不够 需要靠佐剂来辅助 佐剂能强化人体对疫苗的反应 模仿微生物入侵的讯号 激发更强烈的抗体反应 让身体有感觉 像因幼儿老年人的免疫系统较差 对于疫苗的反应较弱 添加佐剂 能安全地提高疫苗 对这些族群的免疫反应 和MRNA腺病毒疫苗相比 蛋白质疫苗的不良反应比例较低 比较不容易发生注射处疼痛 疲倦 头痛 发烧 肌肉酸痛等状况 但 蛋白质疫苗在前期研究阶段耗时又耗力 因为极蛋白单独存在时 结构非常不稳定 容易自然形变 分解 必须透过修改部分氨基酸 让它们更加稳定 以Novavax来说 当时科学家们一共测试了20多种氨基酸组合 才终于找出最稳定的氨基酸序列 顺利进入生产工序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啊 目前国产高端已完成二期解盲 Novavax疫苗已经完成了三期试验 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向美国FDA申请授权 加入实际施打的行列 未来我们都可能施打到蛋白质疫苗 关于它的发展和施打进展 值得你我持续关注